第541章 吊虎离山 冷竹风驰电掣地飞在空中 远处七个洞虚的交战气息让他心惊 宣哲的出现更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近期惊世多少大事 老皇帝遇刺 新皇帝登基 满金搜捕身徒罪 宣哲怎会善离职守 跑到这数千里开外的地方来 这是什么时候动得深 宣慕亲自游说的话 冷竹还能信宣哲会犹犹豫豫地赶来 可这是宣慕找人送的信就能喊来的吗 完全没道理 宣哲又不是薛慕小弟 甚至夏侯迪都得对他客客气气商量着来的吧 七选谷之叛 对 冷竹来说实在没有太多掺和的理由 他参与的原因 薛慕并没有完全说对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叛党会和他一起对付薛慕 而墨血腥不会 所以他支持叛党 这是在经师时就种下的倾向 可这种理由当然不可能让他尽心尽力的 什么 陪着时不易去谈判交换俘虏 为了保护俘虏而埋伏之类的 他堂堂自然门之主有病才会去做 他又不是时不易不暇 又不像云千荒在谋顶 正如薛慕猜测的 他始终就是在七选谷内喝茶赏景 能帮你们震谷就已经够作用了 而此刻七个洞虚的战局 让冷竹很清晰地意识到 这不可能是自然形成 必定是有牛人在主持筹划 这种分别代表了朝廷正魔三方的力量联合 能达成这种串联的人只有可能是薛慕 并且他必然亲身在场组织策划 否则真的很难想象 三方不同的力量会合作得如此默契 把神徒醉云千荒一起包围起来 这必然是薛慕亲身在场达成的谋划结果 那么此刻七个洞虚全在大战 薛慕身边还剩谁 夜孤影 用不着时不易求他出战 冷竹意识到这些 只是略意私存就飞身出谷 这绝对是击杀薛慕的大好良机 否则平时薛慕身边总有洞虚保护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 时不易心急火燎地跟在后面 对方连宣哲李公公都来了 也不知道宣哲这些人 肯不肯帮薛慕公骨 总之他要是就不回生徒醉云千荒 少了这两个大佬 光是对方洞虚者的力量 就足以碾压破骨了 他怎能不急 七选古离置换俘虏的宋客亭 有百里距离 当冷竹飞速抵达 大佬远第一眼看见的 就是七种静气抱在一起 天地摇晃 排山倒海的压力汹涌袭来 几乎看不清场中的身影 当然这团混乱遮不住洞虚者的感知 冷竹依稀可以看见 此时身徒醉中了墨血腥一剑 摇摇晃晃向另一边撞了出去 看似要突围 而银叶身似流星 直背而去 小拳头轰然砸向身徒醉的侧面 情无叶云带飘飞缠绕而来 姐妹俩合作无间 截住了身徒醉的去路 冷竹加快了飞行速度 同时下意识地 看向地面废墟里 果然远远看见一个薛木模样的人影 副手看天 时不易飞速电射往战局方向 同时急声道 速去支援 以冷竹之能 如果远程轰击过去 说不定能搅乱局势 帮助身徒醉突围 可他这会儿第一反应 却是杀了薛木 围困自解 说着老远一拳 磅礴无匹的劲气 跨过树里 横空直向薛木轰了过去 全境刚刚出手 他就暗角不妙 谁都知道 营业和薛木的感情 那是真正的 以赴视之 他这一拳轰出 营业必然第一时间截断 不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在那里继续捏着小拳头 是自己意识情急 没有留心 轰的一声 薛木四分五裂 木头碎屑到处四散 明显只是个假人 冷竹垫射的身形 戛然而止 立鹤道 是陷阱 石凶速回 小心谷内 在他轰碎假人的同时 深徒醉在空中硬顶了 营业一击 板斧 劈得秦乌叶的云带 如波浪倒卷 整个人往实不意的方向 栽了过来 大喊道 元首 喊话之时 都能看见血木喷溅 可想而知 受了多重的伤 若是援军迟来片刻 估计是死定了 冷竹和深徒醉的话 几乎同时传来 石不意 哪里还有分辨的闲工夫 下意识地 出手拦下了 离他最近的李公公 戏剑 戏剑如愿被荡开 场面 似乎安静了一下 树道碧油油的目光 落在他身上 石不意心中 一个咯噔 却见云千荒叹息道 师兄 阻拦朝廷 请拿士君凶徒 你可想好了 尼玛 石不意瞪大了眼睛 是这么回事的吗 云千荒你是在围攻深徒醉 老子以为你身陷重围呢 还没等他想明白 墨雪星已经一剑刺了过来 立刻道 叛贼 那命来 下一秒 局面骤变 秦家姐妹双双奔袭 直接弃了深徒醉 攻向了正要撤离的冷竹 冷竹 长叹一声 接下了攻势 深徒醉在那呢 本作并不掺和 你们拦着 本作何用 营业摆着三五脸 我爸爸说 能杀身徒醉 固然最好 杀不成的话 不可恋战 缠住你和石不意 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冷竹漠然无语 那边石不意也听见了 漠然接着墨雪星的疯狂攻击 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 重夺七选谷 才是第一目标 杀谁都只是次要 能杀身徒醉 固然最好 杀不成拉倒 一定要缠住冷竹 和石不意不能回谷 薛木的主次 一直分得很清晰 是他自己搞错了 以为不救身徒醉的话 被对方这么多洞虚者 朝廷强者对付的只是身徒醉 体制内的人没奉军令 不管和薛木关系多好 都是绝对不可能帮助薛木攻谷的 云前皇就更不会了 这是薛木无法用来攻谷的力量 如果薛木要攻谷 真正能用的 就是秦家姐妹和墨雪星而已 只要他和冷竹还在谷中 就难以强攻 可眼下 他们被吸引出来了 朝廷和云前皇 可以继续围攻身徒醉 墨雪星截住他实不意 秦家姐妹对付冷竹 谷中尖端力量几乎全没了 薛木带着七选谷员班长老攻谷 这可不是敌对势力作战 而是内战 没有那么难打的 谷中有那么多的中立者 和暗自心怀墨雪星的人 没有他实不意主持局面 被七选谷长老振臂一呼 谷中再度一指 是非常有可能的事 实类毕竟只是年轻一辈 真残月干脆就是外人 而且是和谷中格格不入的失读者 他们怎么震得住场 这是典型的吊虎离山 自己居然吃了这一击 实不意陷入了深深的忧虑 最忧虑的是 他特么的根本打不过暴走的墨雪星 七选谷好打 首先体现在入谷的大阵形如虚设 护谷大阵这种东西 是对外的 要改变连绵百里的护谷大阵模式 不是这十天半个月能办到的 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也就是说 目前的大阵对于七选谷的七位长老而言 这个大阵到处都是门 随便进的 其次体现在守卫是粘的 七位长老昂首挺胸 带着薛木和一群魔门人士 踏过护谷大阵 谷口站着几位年轻弟子 迎面大贺 是谁 呃 呃 医师叔祖 沈师伯祖 呃 还不快快让道 还想为叛逆看门守护多久 哎 我们 唉 一长老指着一个悄悄想跑的弟子 贺道 我认的那个 是识不亦识职 给老夫拿下 几名弟子面面相去了一阵 忽然一拥而上 把那个想跑的拎了起来 终究是内战 不是外谍 墨雪星威震七选十几年 叛党占据古中十几天 到底这不是谁的 可难说得很呢 第542章 砍了他们 实际上 叛党原有的实力 已经损失了很多很多 与刚刚发动叛乱时 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秘境之战 被抱走的墨雪星 狂涂了一窝黑胶 黑胶王都被秦无叶 干掉了 这损失不可谓不大 而靠向实不义的长老 在秘境里 被叶孤颖和沈长老弄死一个 被墨雪星剁了两个 刚刚致患俘虏时 还被叶孤颖杀了一个 七旋谷一共才多少入道者 惊得起这样的死亡率 七旋谷再强 被叛乱一分 实力也是贪薄的不成样子 在薛木带着碎片降临之前 天下明面上可计算的入道者 就是百余人 绝不会超过二百 所以当初新一宗 在路州折损七个入道 绝对算是伤筋动骨 加上攀扣之重伤 其余高层还内乱自残 这才惹来了一群鲨鱼的寄鱼 七旋谷也差不多的 除了影视镇顶的长老 不论 明面上的入道者也就十二三人 这一年来突破变得容易许多 入道者增加了不少 比如十类就是新进入道 总的来说明面有二十人 如今顶级宗门的中间层次大抵如此 这二十人里 铁杆支持墨雪星的有八人 其中在秘境死了一个 另外七个全在这里 叛党一方包括时不易十类输职 在内也是八人 剩下的几个都是谁主事 就听谁的这种没有坚定倾向的人 又或者是看着墨雪星被逐 谷内叛党是大 敢懦而不敢言的 比如谷口那些依然口称师叔族的弟子们 明显就是他们的门下了 至于正顶的隐士长老 天下宗门都差不多 全部都是那些行将旧墓的入道者 用余生最后这一两年的时间 希望靠最后餐顶突破洞虚来严命的 这种人天下都一样 心思全在顶上 如果有外敌公骨 他们倒是会集体发动 毕竟那性质不同 例如新一宗的守顶者 最后也是与宗门同修的 反正也没多久可活了 在这方面绝对可靠 可是要他们参与内部政治权争 见鬼去吧 内部权争别打扰老夫 餐顶 就连积家皇位之争 守顶者都懒得管的 何况宗门 也就是其中有一位长老是十家人 才会带得这个集体的节奏 略微倾向盼党一方 总之让他们主动出手掺和 那是基本别指望的 如今盼党八人里死了一半 这会儿留在谷内的算上 十累都才三个 这实力怎么够 所以十不一之前 秦下那些长老也是没有打算杀的 心中 还指望慢慢改变他们的想法 靠向自己 薛木想要换回他们 也是同样意思 即使反攻不成 只要人在 七玄谷就在 而如今证明 这个反攻还真的能成 墨雪星这一方七百多弟子 都被捉了 如今是被 萧青吴带回云州城休养中 谷中盼党弟子是大多数 剩下的都是中立被裹挟的 薛木带人直冲而入 盼党弟子们 怎么扛得住这些长老横行 几乎就是 催枯拉朽 一路直冲进七玄谷宗门核心 势如破竹 盼党弟子 打都不敢打 就地逃亡 全部向宗门大殿集合而去 石雷等人显然控不住 只得收拢人马 一路向 主殿退却 盼党势头 一须 一长老沈长老等人 顺势振臂一呼 几位中立的 形象墨雪星的长老们 默默合流过来 喊着拨乱反正的旗号 连带着他们的弟子 一起 浩浩荡荡地直奔宗门大殿 碰 石雷一马当先 踏入主殿广场 石雷默默站在台阶上看着他 没有说话 他左右站了两名入道长老 此时神色苍白 都颤声道 五行顶呢 怎么没有反应 你们石家长辈 石雷看着薛木 终于道 真想不明白 你薛木 怎么会如此不治 七玄谷是有顶宗门 你当时在灭什么神枪门 打赢了人就可以了 薛木笑笑 有顶 当然很了不起 要不然我抢虚石顶干嘛 石雷道 之前不动顶 只是担心物伤我们门下弟子 如今精卫两分 你们准备好了 薛木摆了个很绅士的手势 请便 绅士手势 大家看不懂 落在石雷眼中 这分明是 鸡巢 他眼中泛起怒涩 灵魂力量 默默沟通 而去 手顶的石家长辈 收到信号 暗叹一口气 他当然无法说服所有手顶长老 不过自己驱动的话 别人也不会拦 好在顶 本来不需要所有人一起驱动 只是他一个人能力有限 驱动效果不如全员而已 即使如此 薛木这方连的洞虚都没有 显然扛不住顶的 他默默沟通 五行顶 输送了对应法则 五行顶亮了一下 然后 没反应 石家长辈愕然 加大了法则输出 没反应 石家长辈瞪圆了眼睛 白须狂飘而起 袖跑股胀 显然尽了全力 五行顶又亮了一下 晃悠悠的飘出了火球冰球等等 飘啊飘啊 落了出去 石家长辈喷出一口血来 用力过度的他 实在无法想象 这是怎么回事 其他 手顶长老也恶然无语 他们没人作梗啊 这是搞什么呢 外面大殿上 所有人眼睁睁地 看着五个小球飘了下来 在薛木头上转啊转 跟跳草群舞似的 万众无声 石磊张大的嘴巴 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薛木暗中 说服了其他的手顶长老 在他身后 沉默只躲在门边 历生喝道 真宗主 出毒兽 真残月的价值在于 他对洞虚者无用 但他的毒对其他人非常有用 而且是范围性的作用 在这种洞虚以下的战局里 绝对属于生化武器般的 Bug力量 能够左右胜负的 他默默初恋 一头又提小兽 从他的黑袍里飞了出来 叶孤颖眼神一灵 上股毒兽又提 真是毒兽 哦 我早猜到了的 不然我那晚跟他扯那么多干嘛 薛木挥了挥手 卓轻轻压着一群万毒宗弟子 挡在了面前 真残月 薛木叹道 真老兄 万毒宗人丁不忘 就这么几个人 你要自己杀光了吗 真残月还没 回答 石磊历声道 薛木 你答应了放人 就是这么做的 薛木笑笑 我这不是把他们 完好无损地带回来了吗 无耻 石磊怒道 真宗主 只要毒兽出手 我等愿意出 全力助阁下宗门复兴 人是一定会有的 真残月看了他一眼 这些都是本座 亲手养育了十几年的弟子 你拿什么来换 石磊 薛木笑名一道 真宗主 那天和你说的事 你怎么考虑 真残月没回答 薛木又道 其实你的毒兽 效果可不一定 有你想象的大 我薛木也修毒 如今也突破归零期了 几位长老与我合力 说不定你的毒兽都要受损 都死那么多黑胶了 还不心疼 连这么萌萌哒的 幼体毒兽 都要栽在这里 何苦呢 纪乌幽住了你七八年 你有效力之心可以理解 也没必要把自己的家当 全砸了吧 连毒兽都栽了 你在纪乌幽眼里 还有什么用 真残月眼皮子动了动 薛木笑道 只要你愿意带着人离开 无论是回去投靠 机无忧也好 还是去投靠冷卒也好 还是友谊 和我们六道交流也好 总之你门下弟子 我一个不动 让你现在就带走 绝无虚言 你也不想拼家底 我也不想对不对 真残月默默退到了一边 拙轻轻压着 万毒宗弟子走了过去 薛木的声音再度传来 哦 别想用毒头洗我家亲卫 他有必读读到 真残月 实蕾 眼睁睁看着真残月收拢弟子 一言不发地扬长而去 气得浑身发抖 陈默之也是一筹莫展 万毒宗这种魔门 阴沟里的家伙 比什么都注重自身生存 什么 七八年的支持之恩 顶个屁用 让他拼进家底是不可能的 薛木看着他们五颜六色的表情 眼嘴打了个呵欠 随手一挥 砍了他们 第五百四十三章 又是合璧 薛木身后的强者们 如潮水一般涌上 眨眼之间就淹没了叛党 陈默之多年来 也养了很多门客死士 其中不少战力也不低 如今也咬牙上前 与七弦叛党一起抵抗 然而依然是皮肤汉术 顶级宗门和一般舞者的差距就在于 顶级宗门的入道者 只是中间力量 而一般舞者入个道 简直是千辛万难 陈默之 豢养了无数舞者 至今都只有一个人 在今年侥幸入道 机无忧那里 未浮上水面的强者 或许还有不少 但他显然是 藏在身边更重要 否则很难保证安全 那这边的实力怎么够 薛木这一方 光是入道者 就碾了他们几倍之多 带来的魔门人士 和谷中滑遍回来的弟子也很多 无论是高端 武力还是人数 全面碾压 如风暴席卷而过 根本没有悬念 就连石家那位首顶的长辈 都咬着牙关出来 应战了 还是杯水车星 陈默之 看着兵败如山倒的场面 慌不择陆地 往后山拔腿就跑 他实在理不清 这场战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云千荒 冷烛 身屠醉 三个洞虚 其中身屠醉 还是能够以一敌多的洞虚后期 时不易入道巅峰 距离洞虚 也是临门一角 站在他这方的入道长老 也够多 万毒宗独兽在 洞虚以下效果拔群 单论应战能力的话 那么多黑胶也不是吃素的 再加上五行顶 单论实力 能好好发挥的话 这是及半个天下之力 都未必能破的局 要知道 如无就四那样 就靠一堆入道 加上因果顶 就足以毅力千年不倒了 七旋叛党力量 比无就四强了多少 可在薛木手里 左边一折腾 右边一折腾 这么多力量 居然被化解得七七八八 就连顶都罢工了 然后借着一个身屠醉 引蛇出洞 围点打员 搞得七旋骨 居然如同一个不设防的小姑娘 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薛木先是用各种舆论 与资源封锁 逼出了俘虏交换之局 这其实只是铺垫 真正的杀局 在于身屠罪的身份 被他利用了 有了身屠罪 朝廷强者出手顺理成章 都不需要向姬无忧回报的 而云千荒又被他说动 实力忽然就有了一个大逆转的 节点 再接下去 还是抓住冷竹想杀他的心思 引蛇出洞 吊虎离山 这其中的关键点在哪 身屠罪不动 冷竹不出 薛木万般筹化 岂不多成虚化 他乃来的自信 能够一锤定音 沉默之忽然有所领悟 这里的关键 其实是薛木太弱了呀 没错 就是薛木太弱了 正如很早的时候 薛青秋告诉他 如果你有一定的实力 夏侯迪不可能第一时间想到 杀你 可你弱的一招都戒不住 敌人第一反应就是干掉你在说 无论是身屠罪 还是冷竹 都难免陷入这个思维里 就是想杀他 因为 很好杀 明明是最大的破绽和弱点 怎么变成他利用的优势了 是了 换在武道上 这就是最基础的卖破绽啊 天下的道理 从来都是相通的 前方出现一堵高墙 跑不掉了 沉默之回头一看 好几名魔门人士追了过来 他气喘吁吁的高呼道 住手 老夫乃是 咽喉上传来一阵剧痛 继而天旋地转 临死之前最后的念头居然是 怎么薛木就可以打嘴炮获胜 你们好歹给老夫说话的机会啊 他临死连这点区别都没分清 薛木实现营造了各种谈判的局面 而他面对的是 急于拿他的人头找盟主换赏的魔门暴徒 朝廷封疆大吏 第十 示弱 蒙骗了墨血腥多年的云州总督成墨之 就此死于不知名的魔门妖人 手中 头都被割了 乾坤界也被收缴 而那边石磊 也在乱军之中 瞅了个机会 杀出重围 他逃入的 正是之前铸臣尧逃跑的密道 薛木 一直旁观战局 发现了石磊消失 立刻带着叶孤影 追进了密道 所谓敌传弟子 才能掌握的密道 如今在他面前 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为了便与他入谷形势 七旋谷地图 都被谷主亲手拿着指给他路径 每一处角落 都让他了然于凶了 如同他的身躯一样 石磊在乱战之中 也颇受了些伤 一路跌跌撞撞地 窜出树里密道 刚刚打开石门跳出去 还没来得及一口气 迎面就是一道寒芒 带着空气凝结的冰霜 呛 石磊早都不用拳了 灰烛重剑架了一下 连伤带皮的他居然架不住 这在往日并不放在眼中的攻势 居然倒退两步 敌在了石门上 挡到的赫然就是祝承瑶 身边还带着几名星月妖女护持 以防不测 石磊喘息了两口 看着祝承瑶清朗的面庞 漠然无言 叛乱那一夜的场景重现 只是双方互换了角色 他连这一步都做了安排 这么自信的吗 石磊终于开口 面带鸡巢 祝师妹 师徒共事一副的前景 准备好了吗 祝承瑶淡淡道 与你何干 那么骄傲的谷主 那么骄傲的你 师徒俩如狗一样 浮在同一个男人的面前争处 哈 哈哈哈哈 石磊放声大笑 这便是你们的胜利 祝承瑶淡淡道 那又如何 石磊的笑声耿在喉咙里 正正地看着祝承瑶平静的表情 本来还打算让他心神大乱 趁机突围 可他怎能如此平静 陈瑶从来只是一个没什么野心的小女人 讨好一个公子 却能在万众面前骄傲 这不就已经够了 祝承瑶微微一笑 而你呢 你自以为了不起 却又得到了些什么 人贵在自知 我并没有自以为了不起 我很尊重御灵 也很佩服薛木 薛木的声音从后方传来 你只是觉得 顶级宗门敌传了不起 别人都只是乖乖投现衣服的下等人 要是乖了 你会赐予保护照顾 要是不乖 我石磊会杀了你们 从刚认识你的节道之战里 看你破局的模式 我就知道了 石门洞开 石磊慢慢转头 看着身后的薛木 难道那时候 那些人的表现不能杀 不这么做 当时就顶不住你们魔门的进破 或许你的做法 是无奈的解题之选 但一般人真的不会那样去想 比如你的好友玉玲就不会 我也不会 这不是玉玲 或者我薛木比你蠢 只是大家的心态不一样而已 薛木摇头道 平时你和玉玲都行下仗义 关键时刻 终究暴露出了最根本的区别 石磊若有所思 也是有点直觉的 他虽然没看透 依然还在为你争取新秀谱 但隐隐也有不是一路人的潜意识 所以他收了陈瑶为图 既是观察比较 也能让你有了竞争感 能有更正更加的表现 可惜在你看来 这便是他开始培养自己的敌传 意在阻止 你接任谷主 七选谷十系之盼 表面是 石不一为领袖 实际上 他终究也是为了你 石磊眼中闪过了物质色 赞道 薛木 你的眼睛能看透人心 我们输得不冤 薛木低声道 虽然我心中没认过你是我的朋友 但怎么说 我们也有过一番饮酒行令的交情 我不想让你被捉回去 审判 没了最后的颜面 你 自裁吧 石磊看了看薛木身边 显露身形的叶孤影 知道自己绝对没有突围的机会了 他慢慢横溅在脖子上 眼里终究闪过不甘的意味 一字字道 你从京师 调来了李孝林 导致太后身边空虚 呵呵 一旦他被记无忧情下玩弄 我真想看你追悔莫及的神情 说完 似乎害怕从薛木这里 听见什么反驳的言语 手头骤然用力 自吻而亡 血花喷溅之中 依然可见他带着诅咒的笑意 可这笑意很快就凝固在脸上 他最后的意识 清晰地听见了薛木的叹息 自欺欺人 又是 何必 第544章 世间真魔 石磊 高大雄壮的身躯 怦然倒地 双目依然圆争 猴头有鲜血鼓鼓流淌 强大的修行 导致他一时尚未弃绝 似是最后想说什么 却凌乱无声 薛木低声道 你只是不甘心 有意给我添点赌 可你既然不甘心 又为什么不最后一瓶 壮力而去 反而愿意老实自问 你说我看透人心 可我 这还真是没想明白 石磊辛苦地 如动嘴唇 很勉强地挤出了 难以听清的声音 强者 理当 享有尊崇 弱者 只能等待别人 赐予人意 我既不够强 又不愿等谁 赐予 所以 该死 艰难地说完 似乎也看透了什么 那种诅咒的恶毒之意没有了 反倒慢慢变得平和 低声道 那种诅咒不甘 是我低级了 薛木 你很强 说完这句 他圆征的双目终于闭上 带着笑意 气觉 薛木正正地看着他的表情 耳畔依然回荡着他断断续续的话语 心中是空的 完全不知道这会儿 自己是什么心情 自从落入此事 他的脑子几乎没怎么停过 很难得有这种心中空白的时候 他穿越这么久以来 两个世界价值观 第一次发生如此剧烈的 冲击对撞 直到撞得粉碎 他都还不能说 实蕾这就是错的 归根结底 大家都差不多的 程度的差别 影响不了本质 说 墨血心狭义 说 夏侯敌清正 他们也从来没有脱离过这个以武为尊的价值 只是以此为基础 延伸开的不同道路 实蕾当然算不上坏人 甚至能算是有狭心的 虽然那只是一种赐予 可怎么也比魔门如身图罪那种人好多了 对不对 他们算不上好友 好歹是也有过交情的 当初一句 我有石灯之数 玉与姑娘踏上战一场 让薛木至今回忆 都能会心一笑 要是没有这些变故 他们互相找对方帮个忙之类的 有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也就能算是个朋友 可他亲手逼死了朋友 是为了铸成姚墨血心的美色 重色亲友吗 不是的 如果只是这样 他可以从很早之前 就试图调解 争取双赢 他从来就很擅长这一点 可他从来没想要去做 原因 只是他也在等待 七玄谷内乱 抓住这种机会 谋得自己对七玄谷的控制 没有和石磊深交 是因为看出不是一路人 不 是他根本就不敢深交 他从很早开始 就等着石磊深叛 就算他不怕 可能自己都会失手段 挑拨他们生变 自己 才能够以大义之名 介入七玄 有这样的谋算在 他不敢让交情软了自己的心 你在想什么 祝尘尧站在身边 轻声 问 是因为和他有交情 心中不舒服吗 是因为我觉得我才是大魔头 祝尘尧 有些惊奇地看了他一眼 又看看石磊的尸首 若有所思 薛木倒是被这态度弄得 有些奇怪 你又在想什么 我想起那一天 石磊在这里拦住我时说的话 哦 薛木眉头一挑 他说了什么 他说 刻苦修行者 不如榜单炒作 真材实料者 不如虚假 浮明 薛木 欲使事态浮华 消磨朴实上武之心 一家一地之变 何如薛总管 世间真魔 薛木慢慢瞪大了眼睛 忽然笑了起来 继而仰天大笑 笑得停不下来 祝尘尧有些猛逼地看着他 旁边叶孤颖 也是侧目而视 笑了好一阵子 薛木才慢慢止歇 低声吩咐旁边的心悦门下 把他葬了吧 是 总管 看着妹子们绝坑 薛木左顾右盼 找了一块平整的石板 孤颖 匕首拿来用用 叶孤颖歪着脑袋 递过了匕首 想看看 他是不是又要淫湿了 结果只见薛木 郑重刻下几个字 知己石磊之目 有薛木立知己 祝尘尧难难道 公子认同石磊那句话 薛木笑问 你觉得呢 祝尘尧想了想 微微一笑 陈尧起步就是公子 炒作扶名的受益者 若公子是真魔 陈尧便是麾下魔女 薛木大笑而去 哪里来的真魔 不过一场春秋 哄 百里之外 血光漫天 烧红了天际残暇 祝尘尧回首而望 知道洞虚之战 也有了结果 早在石磊 窜进密道之时 洞虚之战 就已经有了明显的胜负 首先是石不易 完全扛不住墨血星 当年墨血星还没洞虚 大家都是入到巅峰期 同级的 石不易就打不过墨血星 所以当初竞争没争过 是墨血星做了谷主吗 如今石不易 差一步洞虚 终究不是洞虚 他又不像曾经的 隐翼虚境园中那样 有作为宗主的 压箱底秘技 可用 战斗力并没有比普通的 入到巅峰高 哪去 占据谷中时间太短 取得密技还没练几天呢 怎么可能打得过 已经步入洞虚一两年的 墨血星 何况墨血星这几天 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像还强了一点点 表面上看着没区别 在强者眼中 总能觉得他的风雪冰天 隐隐地不知 怎么带了一丝乾坤之意 更加磅礴 搞得差距越发大了 打又打不过 连跑都跑不掉 关系到老命 石不易已经是超常发挥了 才硬抗了墨血星好一阵子 终究还是没能扛住 差不多在石垒窜进密道之时 石不易也被墨血星 一剑刺中心口 冰领入体 浑身肉眼可见的 变成了一座冰雕 继而砰的一声 四分五裂 死无全尸 连个遗言都没留下来 而几乎与此同时 深徒醉那边 也是战况突变 原本他被六大洞虚围攻 受了重伤 又身处暮天之阵 无法补充循环 理论上 剩下宣哲李公公 云千荒也足够将他困死在这里 墨血星又腾出了手 深徒醉还能跑哪去 但洞虚难杀 是出名的常识 每一个洞虚者 都会有自己压箱底的 不会轻易动用的手段 当初 潘寇之在有薛青秋参与的战局里 都能燃烧潜能 以永远无法突破为代价 负伤顿走 宣哲等人 远远不如薛青秋 深徒醉 还强过潘寇之 又怎能稳稳困死 墨血星杀了事不易 正带转头参与围攻 就看见深徒醉 浑身鼓涨了起来 漫天血气冲销而起 芒无边际的血色荒芜摔朽秀记 蔓延了整个天地 小心 灭情道的沥血狂伤 曾与灭情道 有过多番战斗的云千荒 首先认了出来 他要同归于尽 灭情道杀人一杀己 从来没把命当回事 所有强者都是心中一礼 下意识地守护自身 去死吧 哈哈哈哈 深徒醉仰天狂笑 一群没卵蛋的东西 哄 一声惊天动地的暴响 天空肉眼可见地 形成了一朵血色的蘑菇云 当薛木赶到时 只能看见方圆数十里的废墟 云周城和七旋谷之间 被彻底扎成了一片凹陷的盆地 墨血星死命 护住云周城的方向 才没有伤及城内 而他也已经唇角一血 显然为了保护城池 而受了些伤 冷烛早就借着这个变故化红而走 谁也没有办法再去拦他 神徒醉不见踪影 看着就像是尸骨无存 第545章妖魔鬼怪 这核弹一样的破坏力 真是让人苦恼呢 薛木四顾满目疮痍 自言自语地叹了口气 借而露出笑容 张开双手喊道 银叶 搜得一下 银叶就跳进了他怀里蹭啊蹭 爸爸 我想你了 来不一口 薛木在他脸蛋上重重步了一下 没伤到吧 秦无叶在空中撇了撇嘴 没有 银叶犹豫到 感觉他最后的气息很惯 怎么 没死 银叶很苦恼地挠挠头 不知道 感觉应该是灵魂消散了 可总觉得哪里不对 没事 薛木不知可否 又去挥手招呼秦无叶 同样问道 没伤到吧 秦无叶嘴角微调 薛木虽然还是先顾着自家女儿 却也很明显 把对他秦无叶的关心 置于对敌之上 这让他还算是满意 父亲疼女儿吗 这可以理解 谁吃个小屁孩的醋 不对 还是有点吃的 他笑淫淫道 哎 薛木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什么 那次说三个洞虚 好像错了 你怀里还有一个没到手 加油 薛木愣了一下 醒悟到 他说的是什么 差点手一抖没把 银叶甩出去 狼狈万分 胡说什么呢 你 银叶猛逼地眨巴着大眼睛 那女人在说什么呢 我不是在爸爸手上吗 薛木默默把他放了下来 可 薛总管 云千荒慢慢过来 拱了拱手 此番事件 云某很是惭愧 先回大漠了 后会有期 他也聪明 不在这个场合 急匆匆地提那些事情 徒惹反感 只要薛木 不是想要真的和狂山门开战 那封锁是自然会取消的 至于之后的事情 慢慢再谈 薛木也点点头 后会有期 看着云千荒化光而去 秦无夜冷笑道 正道 薛木笑笑 没去附和 薛哲和李公公 已经到了身边 都道 修行不足 愧对 期待 算了 薛木笑道 其实无论什么情况 你们直接报个尸骨无存 积无忧 会比任何人都高兴 有云宗主莫谷主为政 很有说服力 薛哲摇头道 这公薛某没脸 要 李公公 若是需要这个来复职 薛某会配合 便是 李公公道 复不了职的 咱家的新月审典 如今 真是谁都瞒不过去了 是公主和诸位都能给面子 还能让 咱家留在宫里 其他的 新皇在位一天 咱家什么也不用提了 经此一议 薛某是彻底确认 咱们这个新皇大有问题 薛哲道 此人如此隐忍恶毒 公公此来 数千里 太后那边 李公公道 虽然总管另有安排 咱家还是新念宫中 先到辞了 薛某也点点头 回去之后 小心谨慎 不要妄动 既无忧底牌没有进出 蝶是强妄为 小心栽进阴沟里 是 李公公无奈道 咱家也没有多强 薛侯拱手 薛某也回去向总捕头复命 长信侯保重 两道流光北去 连带冷烛在内 这一场八大洞虚强者的 惊天对战 百里废墟的场面 终究只剩下了 秦家姐妹 以及始终远远 漂浮在云州城方向上空的 莫雪星 她始终一言不发地看着 薛木分别处理交际 眼里复杂莫名 薛木远远看着她 问得意味深长 七玄谷是你的了 欢迎我这样的妖魔鬼怪进去吗 莫谷主 这种语境下的进去 听着总觉得 另有含义似的 如果是按照 现身换取帮助的条件来说 已经完成了 所以 薛木昨夜会说 可能是最后一晚 莫雪星 也当作是最后一晚来对待 连和 秦吾叶三人行都忍了 可现在面对这样的问题 她怎么回答 莫雪星紧紧咬着下唇 过了好久才提声道 薛总管 当然永远是七玄谷的贵宾 秦吾叶笑出了声 营叶抽了抽鼻子 惊奇地感受着 莫雪星身周缭绕的气息 大眼睛乌溜溜地转了半天 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今世 姬无忧坐在御书房 听着轻信那位统领的 回报 这两天惊忠不见宣哲 李孝林 也没有坐镇后宫 六扇门那边透露 宣哲是 有了身徒罪的线索 长公主派遣而去 说什么 夏侯派遣 夏侯 能派得了李孝林 姬无忧冷笑道 这是薛木的手笔 她一时三刻 无法联络夏文轩隐一等人 也担心他们不听命 居然把主意打到了朝廷上面 这脑筋动得 也真是让朕佩服 如今平白多了两个洞虚参战 七玄谷那边 威仪 那位统领小心道 至少宣侯不会参与公谷吧 薛木起会傻乎乎的强攻 姬无忧叹了口气 别想了 不出意外的话 七玄谷可能都没了 也不知能活下几个 庶民那位 看着他阴沉的脸色 不敢作声 朝廷洞虚者 听魔门妖人的吩咐出惊 姬无忧紧紧捏着一块阵纸 愤然砸在地上 眼里 还有没有 我这个皇帝 那位们 大气都不敢出 姬无忧愤怒地喘息了一阵 忽然自语道 薛木凭什么敢掉走李孝林 刘婉希体弱 天下皆知 他真不怕刘婉希 忽然病重不治 那位同龄想了一阵 压低声音道 或许真可以试试 太后身边 也就是一些星月妖女 实力普通 她自己更是娇弱无力 只要能控制住她 无论对朝野 还是对薛木 都有优势 就算不成 向太后问安 也是常规之事 姬无忧眯着眼睛 木剑里何在 据说罗千雪 来开所谓的演唱会 已经快到京师了 木剑里正出京迎接 薛木居然不是让木剑里 保护刘婉希 而是让朕不能 煽动她的歌舞团 姬无忧沉吟片刻 眼里闪过一丝狠力 近期政务繁忙 有些日子 没去向太后问安了 百嫁 刘婉希 已经不住原先的请公了 搬进了太后所居的慈宁宫 毅然把持内功大权 理论上 姬无忧每天都要来问安参拜 但双方都心知 对方是个什么玩意 双方都懒得做这个面子功夫 姬无忧也有好几天没来过了 到了慈宁宫外 一夕可以听见 宫中传来人声 见姬无忧带着一群内卫出现 左右宫女都高声失礼 参见陛下 那声音大的 与其说是行礼 不如说是提醒宫内人 果然宫内的人声 立刻消失 一片安静 姬无忧大步向宫内走去 笑道 华儿来向母后请安 一名宫女居然拦在她面前 陛下 太后近日身体不适 姬无忧神色铁青 心悦宗室越来越嚣张了 在宫内都不讲基本的默契 连皇帝的路都赶拦 太后身体不适 身为人子 更该早晚侍奉 她心中恼怒 立声道 莫非慈宁宫 藏了什么不可见人的妖魔鬼怪 让开 那位一拥而上 隔开了宫女 姬无忧大步上前 一把推开了宫门 入墓地场景是 刘婉溪眼睛红肿 一个少女 浮在她怀中哭泣 而他们身边 站着一位绝美少妇 此时一双美眸 凌厉地盯着宫门 那眼中的杀鸡 犹如实质 刺得姬无忧通体冰凉 连血脉都快要凝结 她轻起阴唇 声音寒得如同来自酒忧 地狱 谁是不可见人的妖魔鬼怪 陛下不妨再说一遍 姬无忧脸色苍白 逗大的汉珠 引现鹅角 怪不得薛木毫不担心 虽然明知道薛青秋 应该不敢公然在皇宫行凶士军 那会破坏薛木长久的布局 可那深入骨髓的杀鸡 还是难免让姬无忧 心中惊惧不已 天知道薛青秋这种盖世魔女 会不会不讲道理的逞凶威 她深深吸了口气 没有去回答薛青秋的话 低眉顺目行了一礼 见母后身体无恙 朕就放心了 母后别太思虑 保重身体 刘婉溪抬起红肿的双目 低声道 皇儿有心了 姬无忧几乎是倒退着出门 眼角的余光 一刻都没离开薛青秋的手 直到离开慈宁宫 她浑身还是冷汗淋漓 人的名术的影 薛青秋这种完全有资格称 天下第一的绝世强者 杀鸡一线 给人带来的心理压力 真不是一般大 生徒醉那种 凶人在薛青秋面前也不够看的 姬无忧 不知道为什么薛木没让薛青秋 直接去七旋谷 反而要调走李孝林 换薛青秋来刘婉溪身边 这不是多此一举 但她实在没办法去猜这种内情 赶紧离开这个魔窟 才最要紧 看着姬无忧仓皇消失 薛青秋恐怖的杀鸡 忽然消脸 化为一声轻笑 都说此人多么隐忍 深不可测 如今一看 也不过如此 刘婉希无奈道 是你威名太甚 我都不敢想象 为什么当初 某人一介凡人 居然胆敢打你的主意 薛青秋撇撇嘴 色胆包天呗 贵妃的主意 她不是一样打了 哦 现在是太厚了 刘婉希脸色微红 怀中的少女 却在此时微微一颤 抬起了脑袋 那个大混蛋 岳小禅和薛青秋进宫 有一阵了 他们是看见了薛木 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信 提前终止闭关 入宫来母女相认 其实岳小禅倒不算提前 她是真入道了 打破了木剑里的记录 以刚满15周岁的年纪 成为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入道者 薛青秋是提前了 她恢复了洞虚层次 却还没恢复巅峰期的修行 重走问道之路 关系到将来的河道成功率 并不能完全按照原先的老路走 也不能完全依赖枯座餐顶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的 为什么薛木 不直接让她去弃玄谷 一是不好意思 让正宫夫人出手 去帮外宅打生打死 二是这边的母女相认 并不仅仅是刘婉希 和岳小禅之间的事情 薛青秋同样是重要当事人 李当一起说开 此外 她不能去身徒罪面前 暴露出未复巅峰的事实 一旦没能留下身徒罪 反倒让她的威慑力 降了大半 得不偿失 用来震慑姬无忧 当然是绰绰有余 岳小禅成为 古往今来最年轻的入道者 又知道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是谁 母女相认 本应欢喜无限 可她心情却反而有点小郁闷 这两天来 大家互续别情 几乎是事无巨细 都说得明明白白 岳小禅自然知道了 这个亲生母亲 居然也和薛木那傻了 不仅那傻 还依恋无比 昨晚母女一起睡觉 她还听见了母亲梦中 在喊薛木 笑容甜美的 让岳小禅不知道 说什么才好 虽然她也知道了 薛木和刘婉希的起始 是有些误会造成的 起初薛木 应该是怀疑过 他们的母女关系 所以一直推举 不想接种 这是顾念了 她岳小禅的处境和心情的 可是 当发现刘婉希是厨子 那一律一散 推举就全崩了 薛木又怎么抗拒得了刘婉希 这样的角色头怀送抱 这让她无法去怪罪薛木 只能叹一声天意弄人 这两天 岳小禅强迫自己 不去想这种事情 刚刚相认的母亲 对她疼爱得无以复加 天天抱在一起 爱不释手 让她找到了 在师父之外的另一种情情 血脉相连的感动和依恋 让岳小禅陶醉得不想放开 说来 应该要感激一下薛木的 毕竟 若是没她各种辛苦主持 不会有现在的好局面 他们母女之间 也不知道有没有相认的一天 可理解归理解 感激归感激 每当师父和母亲提起薛木 看着这两个至亲长辈 那副小女人的模样 岳小禅还是气不打一处来 大混蛋 大银贼 大色狼 混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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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叔叔不够 还真的做了我后爹 刘婉希和薛青秋 面面相去 都很是尴尬 如今刘婉希也知道了 薛木居然和自己女儿 才是最先好上的 真是造念 茬儿 薛青秋试探着道 要不你还是去江湖上走走 看看 有没有其他众议的年轻 俊秀 我猜不要 岳小禅一下跳了起来 你们瞧我男人 还要我去找别人 这个薛青秋 平时训徒严厉无比 一旦涉及这个 就很黏 实在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自己 师徒也就罢了 如今他们母女俩 刘婉希 也硬着头皮道 江湖上很多俊杰 茬儿 是见得不多 才会 我不管 他们多好关我什么事 你们自己怎么不去找 我是先来的 我是先来的 你们瞧我男人 还要我让 哇 月小禅嚎啕大哭 都欺负我 两个女人都垂下了脑袋 无言以对 都欺负我 薛木也欺负我 月小禅越想越气 哭得更伤心了 哪有你们这样的 两个女人 极度尴尬的偷眼相望 过了好半天 刘婉希才孽如道 是娘不对 娘 以后 不见薛木了 便是 不说 还好 说到最后心中一紧 好像要裂开一样 揪心的无法呼吸 月小禅抽着鼻子 呆愣愣的 看着母亲苍白的脸色 泪珠在眼睛里打转 却滴不下去 她动了动嘴唇 低声道 娘 刘婉希勉强一笑 又将她搂进怀中 只要是茬要的 都给茬 我 月小禅哽了一下 孽如道 娘 你别这样 我 看着母女俩 相顾无言的模样 薛青秋忽然冷冷道 让什么让 说的 你们能替她做决定似的 要头疼让她头疼 与你们合肝 母女俩 对视一眼 又看了看薛青秋 三人脸上 慢慢都泛起了怒色 童声道 她还在七旋谷 左拥右抱吧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等她回头 谁都不许理她 谁理她谁是叛徒 薛木在七旋谷 没有左拥右抱 至少眼下没有 墨雪星 重掌谷中大权 她没有在这时候 玩什么富人之人 第一件事 就是清洗叛党余孽 同时因为这场分裂 战局 七旋谷 也确实是伤筋动骨 从中间力量 到精英弟子 眨眼之间 少了近半 美丽的山谷 一片萧瑟之意 正在重整旗鼓 百废待兴 墨雪星 天天在和长老们 开会探讨 后续事宜安定局面 也没多少心思 接待薛木和秦家姐妹 但他们 还是得到了 最高规格的待遇 比如说 任意出入谷中任何地方 没有禁区 营业变 撒欢式的满谷乱跑 她很喜欢七旋谷 百花睁艳 七旋并生的景色 很漂亮 薛木没有到处跑 她安心坐在贵客房里 正在修炼 之前跟真残月说 她已经突破 归零 那是临场撞场面 其实还是差了一丝丝 如今突破在即 也没有事情 要她花脑筋 她便天天沉在黑胶药域里 同时 在研究墨雪星之前 从万毒秘境中 搬出来的上古独树金卷 所谓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无论七旋谷多么萧瑟 对于薛木 却是转翻了天 就如万毒秘境里的东西 不适合七旋谷 却是为薛木量身定制 不管是金卷 还是材料 毒的上限低 对冻虚无效 原来在上古 并没有这种说法的 冻虚者的体质 是不是毫无破绽 显然世上 不存在毫无破绽的东西 至少毒兽成年 就有这样的威力 而真残月在秘境里 找到一枚上古兽乱 已经孵出了幼体 将来或许就会诞生 连冻虚都不能免得剧毒 毒兽可以 人为什么不行 我觉得 我似乎也有 能与强者一战的可能性 第547章 萧清吴的宅斗文 师傅 你还是醒醒吧 客房窗边 萧清吴提笔 正在改稿子 听着薛木的字语 懒洋洋道 就你那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除了双修和炮药 就没怎么练过功的 实战磨练 更是丝毫没有 让你修成强毒 你又能打得过 谁 还想与强者一战呢 薛木斜着眼睛看过去 你又懂了 你现在修行还不如我 懂个锤子 我只知道 比我低一级的 我都打不过 你能好到哪里去 萧清吴撇嘴道 我觉得你比我更糟才对 起码我们要往古西吴 也是必修课 一道与五道相辅相成 哪里像你 思虑万千 顾念无数 女人又多得自己 都不知道有几个了 还怎么能安下心来修炼 谁说我不知道有几个 那你叔叔 等一下 先说你算 不算 不然统计不准确 不算 萧清吴毫无反应 低头写稿 哪有这样的师傅 真是 薛木哼哼两声 我就算打不过同级 碾压低级的 绝对没问题 不要以为新创的词语 我就听不出来 这是鄙视 萧清吴也哼哼道 说得好像你能随便升级似的 还碾压低级 我为什么不能随便升级 从练武到现在 我就没遇过过爱门槛 这个归零期卡了吧 洞虚原因给你双修 上股毒气给你吸取 黑胶之王给你泡药 还是突破不上去 我说师父 不是做徒弟的说你 练武呢 要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的来 不能好高无远 自以为没门槛的 一旦真遇上门槛 说不定就卡一辈子了 一边说着 就一边看见 薛木浑身光滑大盛 淡淡的绿芒 从深周泛起 气息十分特别 既有万毒是咬的轻食之意 又有点春暖复苏的交态温和 又有点乾坤万物的包容和谐 最终气息缭绕于身后 化作很淡很淡的龙形 灵魄归翘 五蕴定形 在徒弟絮絮叨叨的吐槽中 薛木毫无门槛的突破归零期 萧青无伴张着小嘴 除了呃呃呃 什么都说不出来 薛木身边 叶孤影也瞪大了眼睛 很是震惊 灵魂境界四阶段 照星 养魄 是灵魂温养锻炼的前半段 而龟灵 化运 则是灵魂之力 真正投入战斗使用的固形阶段 从养魄到龟灵 是个大门槛 不知道卡死了多少人结 一旦到了龟灵期 在各大宗门里 也已经是精英了 是顶级 宗门弟子 可以出山行走的常规标准 岳小禅刚刚出场那会儿 在京师百花院胖揍正道子弟时 就是龟灵期 薛青秋十四岁 刚刚出道行走江湖的时候 也只不过是龟灵期 罗千学等 当初跟随薛青秋入京的亲卫们 也是龟灵期 这个阶段 也是可以用自己的力量飞行的起点 虽然飞得比较烂 也就是比纵月飞略好一点点而已 能够扶空悟空 可那真的是能飞了 能飞 就意味着突破了凡人的标准 是超人了 虽然说人家十三四岁达到这个境界 薛木今年都二十八了 没什么说头 但他习武至今 不过一年多呀 萧青五差点痛哭流涕 别人练武一辈子 受了多少艰难险阻 是为了什么呀 哪有你这样 一边靠在椅子上看卷宗 一边和女徒弟聊天扯淡 扯着扯着就突破了的呀 薛木睁开眼睛 却没有萧青五想象的得意之色 反而怒道 日为什么又是绿的 萧青五 我不要这个颜色啊 能不能改颜色啊 青五你们要王谷有办法的对不对 你在意这个干嘛 绿色不是挺好看 我不要啊 萧青五无力吐槽 绿只是读的基本显真 谁叫你修读 反正越读的东西就越严厉 读到极致就反扑归真 你只要继续练下去就不绿了 你没骗我 你这腹黑说话 现在不能信 萧青五气得一把 将桌上的手稿甩到他脸上 稿子打好了 请师父把关 哦 薛木从脸上抓下女徒弟 带着淡淡幽香的手稿 凑到鼻端清秀了一下 在萧青五修然通红的脸色里 悠然靠在椅子上看稿 对于江湖人 梦寐以求的归零期突破 在这儿 只不过是师徒俩打闹两句的小小浪花 还不如看萧青五的稿子重要 所以说 薛木那点想和强者争锋的心 连徒弟都不信 萧青五这一篇 是个原创宅斗文 取材于薛木身边的建文 以好几个女人 围绕着一个男人的情势为基础 加上妹子 自由想象发挥的争宠 剧情 看得薛木以为自己穿回去了 正在看早期的网文女评 还好是这个方向的女评 不是逆后宫 不是玛丽索 不是满朝文我爱上我呀 薛木泪流满面 这徒弟已经被自己娇歪了 可别歪上天就好 这个 写得真不错啊 薛木仔细看完 颇为赞许 尤其是这个心选的心理 高傲掌门陷入难题 被迫为身敌手 为了 责任还是自己 是动心还是交易 是爱情还是习惯 则则 描绘的入目三分 相当有趣 男主也坏得流浓 让人想打死 就是名字菜了点 什么血色狼啊 血色之狼 太中二 不过不是大问题 总体进步很大 萧青吴陪孝道 都是师父教得好 是你自己聪明好学 薛木汉首道 现在这个方式描写 也越来越近功力 娇羞与挣扎的心态都出来了 让人微微一应 以示尊敬 不过问题还是有啊 这个男主的神态语气太轻跳了 不是很像一个 能让那么多优秀女子 臣服环绕的萧雄 其实你参照师父就差不多了 师父你能有点自知之明吗 萧青吴小声咕弄着 忽然开始悄悄后退 薛木道没太较真 瞪了他一眼 又低头看稿 还有 这个冰雪聪明 美丽绝伦 超凡脱俗的女徒弟 怎么回事啊 写得关盖所有女主 抢戏无比 偏偏又不是男主的 不收写那么多 干嘛 差评 等等 这些剧情 为什么我都有点急事感 萧青吴小心翼翼地继续撤退 薛木翻回了首页 角落里提着个标题 色师父与师娘们 他正了一正 又翻回去看了看男主的名字 本来以为是血色之狼 如今这么看 是薛色狼啊 一直默默旁观的叶孤影 终于笑出了声 薛木老脸憋成了猪肝色 萧青吴彻底躲到了角落里 抱头敦防 薛木又好气又好笑 看妹子萌萌哒的模样 实在骂不出来 只得道 别那副死样子 我还会揍你不成 拿回去改改 这个 抢戏的女徒弟 噗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老老实实进师父家门 要么删了这个角色 萧青吴陪笑道 删 我删 薛木没得到想要的答案 瞪眼道 还有这个师父的 行为语气都改改 为师平时只是在你面前 亲 呃 在谁面前都不轻挑 反正不是那副模样 什么时候改得像的男人了 什么时候出版看应去 去去去 萧青吴蹬着小碎步过来 一把接过手稿 飞一样的跑了 我这就去改 一路上想到薛木刚才的表情 萧青吴自己都忍不住笑 太好玩了 这个师父 不过他说的有道理啊 自己平时都见他的调戏呀 其实他多数时候不这样 起码对外不这样 可是自己往常太宅 见的男人太少了 该怎么写才像的男人啊 萧青吴苦恼的挠挠头 迎面看见 营业呼拉一下跑过去 他下意识喊 师姐师姐 等等 营业刷的杀主 扭头道 小师妹 有事吗 师父让我改搞 师姐帮我参详参详 营业会参详的鬼的搞 当然在小师妹面前 不怨弱了气去 挺凶道 没问题 要改什么内容 跟师姐说说 萧青吴直接问道 一个很厉害的男人 平时说话 该是怎样的语气 比较形象啊 营业心虚无比 依然硬着头皮插腰道 这还不简单 男子汉说话吗 不就是 不就是 什么啊 营业咬牙 应应应 第548章落影无声 那边薛木也在 接受夜孤影的吐槽 没见过你这样 欺负徒弟的师父 薛木叫驱 喂 这回到底是谁欺负谁啊 没见过那么 欺师灭祖的徒弟 我都没舍得骂一个字呢 想到 萧青吴的文里 还有个沉默忠贞的影子刺客 描写的倒是挺给面子的 夜孤影 心中好笑 忍不住道 上梁不正下梁弯 以前青吴可不是这个样子 你认识他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变了个样子 薛木也笑了 回顾起来 收了这个徒弟 我最有成就感的 不是交出了一个携手 而是让一个抑郁自闭者 越来越开朗 完全变了个人 夜孤影偏头道 为什么听起来有点像说我 青吴当初是真有心结 你只是环境使然 可不是自闭 薛木拉着他 坐在自己腿上 响了一口 你们的共同点事 都憋出了一副吐槽欲望 你怎么不说 是你这家伙做事 实在让人忍不住想说几句呢 夜孤影美好气道 说吧 这次事情已经解决了 你还赖在谷中不走 是什么企图 解决了 哪有解决 薛木笑道 我可不是来完成大业 深藏深域名的 最低限度 也要得到七玄谷上下 公开确认的猛好关系 如同问剑宗一样 七玄谷要脸的 多少人 这次被你救了命 连这都达不到 可是要被天下耻笑 忘恩负义的 夜孤影道 这种最低限度 还是别提了 最高期待呢 那就要看我们的莫谷主 这两天一副繁忙的样子 不见我 到底是真不想见 还是怕见 怪不得 你等着他来见你 而不是摸上他的 香龟 我还以为你转性子了 原来又是一场新的战争吗 总之你手段多 夜孤影忽然转头道 喂 从你 那次雇佣我保护你 赴金开始 你到底对我用了多少手段 哈 哈哈 联想不要这么丰富吗 当然薛木在他这里用的偷心手段 一点也不比别人少 一步一步地攻陷了小刺客的真心 就算没有貌似抢仇恨的时间 其实要得到 他都已经很容易了 可这么问怎么答骂 薛木满头大汗 也没 没用多少手段 这意思是 没用多少手段 我就摘了 薛木闭嘴不言 夜孤影瞪了他半场 却又叹了口气 算了 灾都灾了 他 软绵绵地靠在薛木怀里 安静地看着窗外的晚霞 低声道 其实听你说 你将来有可能与强者一战的时候 我心中怕了一下 差点想阻止你 呃 怕我不知死活去涉险 不会的了 不 是怕你到了那一天 不需要我的 保护了 那我不知道 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薛木心中一跳 正带反驳 夜孤影先伸出食指 竖在他的唇上 好了 我也知道是自己胡思乱想 就算你天下无敌 也不会有很强的那一天 薛木想说的话 吞了回去 换了一句 你错了 就算我天下无敌 你存在的意义 也不只是保护我呀 夜孤影一时没转过弯 我除了隐秘行刺与保护 什么都不会 薛木踮起他的下巴 低声道 你还会这个 随着话音 两人的唇 已经贴在一起 是 我还能跟你这个的 你最喜欢这些对不对 夜孤影有些动情的低声呢喃 这次任务结束了 我要解压 这算是两人之间的暗语 曾经薛木问他 怎么舒缓压力 他说找鸭子也不找你 而如今这么说 也就是主动开口求欢 薛木从善如流 将他横抱起来 一边亲吻 一边迈向了卧室里 激烈地滚在了一起 一般情况下 夜孤影对这种事兴趣不大 他也被养歪了 反倒是更喜欢默默地旁观 并没怎么挠补过 自己成为主角的场面 但是压抑了一生的天性 让他一旦动起来 就激烈无比 当时那滩水字 让薛木每当想起 都觉得很是壮观 按秦无业的说法 这叫内媚暗藏 平日里沉默寡言 一旦放开 就是个最热烈奔放的有物 摩门的性情 也让他 没有什么羞耻矜持的障碍 认准了一个人 就是奉上了一切 他一边迎着薛木的亲吻 一边非常主动地 解开了自己的战衣 他知道这衣服可不好解 要让他方便点 玲珑的身躯 在暗色皮甲战衣下 慢慢显现 黑与白的极端色彩 相互映衬 反衬出了一种别样的诱惑 妖野的美 战时 忠贞护卫 闲时以身侍奉 无痕道出品的妹子 太多人误解了呀 这分明是男人 梦寐以求的神仙待遇 和自家轻卫 差不多 区别在于 灼轻轻温柔似水 无微不至 而叶孤影 就像是最沉静的湖面底下 蕴藏着汹涌的火山 屋内的喘息声 渐渐激烈 悠悠地传到了外面 窗外的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今日有层云闭月 暗得很快 七旋谷四处灯火亮起 一盏一盏连绵而去 眨眼之间 犹如漫天星辉 星星点点 变古的灯火 却并不密集 隔三差五 都是暗面 本就有几分 萧瑟冷记的七旋谷 在灯火之中 显得更加万类俱寂 贵客房是独间院落 院外有池塘 大二元的荷叶 三三两两 池上鸳鸯病情 娇紧而眠 微风拂过 带得层云飘散 云层之间慢慢破开 露出月色清灰 映照着花树摇曳 暗香浮动 输影横斜 在水中悠悠地映着倒影 已知春末初夏 池边花树 已有了落花飘零 被微风吹拂 速速而落 盘旋漫天 安静地飘舞 接而落入池中 落入小径 慢慢地一路扑洒 延绵满静 屋内传来一声阴体 落花扑上了白绫 屋外廊下 墨雪星静静地站在那里 听着屋中弄影 看着池中鸳鸯 漠然无言 第549章 以江山下聘 正如薛木在猜测的 墨雪星 这两天所谓的忙碌 当然是做出来的表象 正常人即使在忙 也不至于连来跟贵客说几句话 问问 是否有怠慢之处的时间 都没有 之所以一直不见 究竟是真不想见 还是怕见 墨雪星知道薛木在等他 也知道薛木想看待他的态度 但他真的怕见 因为他 欠得实在太多了 这次的叛变 如果没有薛木会是什么结局 他多半会因为弟子们而束手 最好的情况 也是任命传位 自己浪迹天涯 最坏的情况 根本不敢想 对比起来 尾身一个薛木算什么 就算不提这个背景 就算他能跑出去 图谋反攻 没有薛木他能做到什么 什么都做不到 对方的实力强的能让人绝望 而当他把一切交给薛木 听从他的指挥之后 事情呈现一种更加黑色幽默的态势 那就是 几乎一切都是薛木做的 做通盘策划的 是薛木 命六道之网封锁 天地的是薛木 达成谈判 营救门人的是薛木 以自身做而引蛇出动的 还是薛木 就连总攻七旋谷 带队的领袖 还是薛木 化解五星顶 逼走万毒宗 灵伤王 获胜 他是整场战役的唯一核心 真正英雄 他作为谷主 发挥了什么用途 在整场战役中 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战力 使用 在八大洞虚之战力 只能算一个影响胜负的砝码而已 就算是没有他 薛木照样可以把谷占了 大不了就是洞虚之战 少一个战力 拖得两败俱伤 也就是说 这反攻七旋 等于跟他没关系 七旋谷完全就是薛木 打下来送给他的 如果对应在男女关系 这简直是以江山下聘 他怎么敢建 建了之后 薛木继续要他赔 墨学兴根本不知道 自己会是什么态度 他只能强迫自己 投入在繁忙的重掌工作中 重新划分权力分配 安排堂口 负责 安置门人弟子等等等等 可就连这样 都逃不过薛木的影子 昨晚他没能睡着 坐在香轨里 靠窗望远 心中闪来闪去 都是薛木的身影 他置诸在握 环环相扣的布局 和那独立废墟 以身作耳 面对身徒罪的袭击 仰天大笑的豪情 以及他可恶的逼迫 温存的抚慰 抵死的缠绵 和此生难忘的 灵魂都上了天的极乐 墨学兴知道 自己永远忘不掉了 可若说去找他吧 难道只是一日不见 就如此思念 恨不得头怀送抱不成 他默默站在窗边 直到天色破晓 都没动一下 他以为自己熬着就是了 可没想到 今日开会的时候 连七玄谷内侍 都没逃脱薛木的影子 逃都逃不掉 如今实力大减 伤精动骨 而皇帝之心不死 谷主可有预案 如今百废待兴 谷中萧瑟 是大开山门招收弟子 充实人员 还是索性毕山 修养经济 各宗交际 已有裂痕 皇沙门自然门 后续如何处理 因实累之死 玄天宗态度 亦难测 谷主是否要去拜访一下问天 经此一役 摩门六道在云州境内 铺天盖地 声势难治 我们应该怎么对待 实不亦虽死 但持有他们 那般想法的人 依然很多 包括各级附属 其实也是 谷主还是考虑考虑 是否需要改变形式方针 零零总总 复杂无比 墨雪星 早年接手的是 鼎盛七旋 正是千年高高在上 什么时候 应对过这样复杂的局面 看得出他 一个头两个大 长老们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主意 尤其最后一条 有些中立者心中 也没觉得实不一实错的 难道又要因为这种事 吵架 搞来搞去 最后一长老 居然冒出一句 不妨请教薛木 于是会议的气氛 变得很是怪异 每个人都偷偷地看墨雪星 不知道什么表情 七旋谷上下心中 当然清楚 是谷主伟神 换来了薛木的帮助 这对于七旋谷 实在是一种旗齿大辱 正常来说 七旋谷的人 本来应该是考虑 怎么去割裂和薛木的关系 维持他们的清高颜面才对 可 有趣的是 在座几乎所有人都是 被薛木救了命的 七旋谷 怎么也是千年正道 没人做得出那种 忘恩负义的选项来 只能把这种话 藏着没人敢提 结果还先变成了 要请教薛木 这是干嘛 是让谷主和薛木 再续情缘 墨雪芯不知可否 冷着脸宣布散会 谷主 正当他默默坐在主位上发呆 沈长老慢慢回转 过来 行了一礼 墨雪芯回过神 低声问 师伯有什么想说 沈长老是墨雪芯的师伯 自幼看着他长大 为人也是暴躁刚烈 墨雪芯的性情 都有一部分是受了他的影响 对他十分尊敬 谷主 这两天 是有意回避薛木 嗯 回避的过去吗 沈长老叹了口气 他此间势必 依然在此不走 等的就是谷主的一个态度 早晚是要面对的 是割裂也好 是 是同盟也罢 总要给他一个说法 我何尝不知 墨雪芯很想说 你们以为我是颜面挂不住 错了 我是怕见了他之后 背一推就到 说什么 割裂 沈长老犹豫片刻 似是有些难以启齿 可终究还是说了出来 实话说 谷主 我们现在得罪不起薛木 墨雪芯正了正 忽然醒悟到这个问题 薛木本质上是敌人 现在七旋谷伤筋骨 一旦薛木这样的人 要征服七旋谷 还真的不算难 尤其在谷内 很多人欠了他恩情的情况下 即使两天前 薛木不把七旋谷还给他 自己占了 他都无可奈何的 薛木毫不犹豫地送还给他 他居然还避而不见 看在高层眼里 会有些胆战心惊 担忧惹怒了薛木吧 本来就那有外患了 还去跟薛木翻脸 就为了你女儿家的颜面 老大不小的人了 睡都睡过了 还矫情什么啊 换句话说 他们也希望自己 继续跟薛木好 墨雪星忽然有点想笑 自嘲地笑 什么时候开始 顶级宗门之主 居然成了和亲者 罢了 说穿了 自己又何尝愿意忘记他 有这个借口说服自己 反倒可以理直气壮地 放下那点纠结 好好地见他一面 就算他还想那个 给他就是了 罢了 他站起身来 淡淡道 天色已晚 世伯先去休息吧 本座去看看薛木 是否住的习惯 沈长老如是重负地退去 墨雪星摇了摇头 慢慢走向薛木的院落 远在廊外 洞虚者的听觉 就很清晰地 听见了屋内的缠绵 墨雪星并没有什么促意 神色很平静 那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薛木缺女人吗 从来不缺 便是高卧客房 身边依然有人侍奉 他墨雪星高贵 且不提薛青秋情无业 光说 墨剑里如今也是正道宗主 和他平起平坐 他墨雪星洞虚 薛青秋天下至强 你又有多了不起 他有什么优势可言 薛木身边根本不缺他一个 既然已经尝过 先了 按一般好色之徒的心态 其实早就够了 墨雪星心中 忽然闪过一丝惶恐 薛木这两天 明显是在等他的态度 再继续清高回避下去 真的有可能彻底失去他 墨雪星惶恐的 和长老们不同 他并不担心薛木 会对七旋谷不利 他惶恐的是 想到彻底失去他的可能性 居然会很揪心 有一种孤独和软弱 无边无际的蔓延 第550章 你的俘虏 墨雪星下意识发动 天是地听之能 神识入侵薛木的寝室 想看看 这回是谁 秦无叶吗 哦 是叶孤颖 墨雪星看见了 白灵上的血迹 正了一正 怎么叶孤颖 还是第一次吗 他陪在薛木身边那么久了 还以为早就 墨雪星忽然发现 其实叶孤颖 都比他有优势 他很清楚 薛木的能给人带来的 天道感悟 那是从来确定的 魔门人士的甘霖 叶孤颖步入洞虚 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 同样是这样的强者 人家叶孤颖 陪着薛木出生 入死多少回了 自己怎么比 自己此前和薛木 做那事 不管怎么说 也还是存在几分不甘的心理 脱不开无奈现身的模板 谈不上什么 全心投入的交融 而叶孤颖真的很投入 那眼波里的爱意 隔着屋子 都能透进他的魂魄 叶孤颖 还比他听话得多 或许是贯常服从薛木的指令 在身份上 始终是盟主的部下 暗中的侍卫 导致在场面上怎么看 都有一种很臣服的意思 薛木只是轻轻示意了一下 他就顺着意思 变换着各种姿势 墨雪星甚至隐约 还听见了他低声回答 是 做这种事 还跟听命令一样 下意识的音试 墨雪星听着 都有些哭笑不得 同时也知道 男人会因此多么满足 想都不用想 要是在叶孤颖 和他墨雪星之间 做选择 薛木百分之百 选择叶孤颖 那种自信自傲 真是动摇的不成样子 不知呆呆地看了多久 直到屋内 翠玉龙形和暗影之息的 花香混融在一起 和谐 无见 他知道这是功法 到了最后的关头 墨雪星神石潮水般退了回来 伸手以着栏杆 竟然有些喘息 叶孤颖也在喘息 灵魂被天道之气 洗涤而过 他在迷醉之中 前所未有的灵性 墨雪星 在外面 叶孤颖悄传音 你要不要见 薛木愣了一下 他现在也能传音 他在外面不动 嗯 叶孤颖脸色潮红 低声道 是不是因为 和你做这个太舒服了 他很怀念的呀 薛木忍不住笑了起来 轻轻拍了他一下 看不出 你原来是个小痴女 哼哼 叶孤颖缠着他 傅儿道 我想看他的 魔门 终究是魔门 妖气的不行 薛木哭笑不得 这货居然被自己培养出了一副偷窥癖好 他坐起身 小心收好戴着血眉的白绫 也不传音了 顺口道 别想七想八 你还是 好好抓紧时间体悟一下 天道 应该快入道之巅了吧 叶孤颖也跪足而起 认真回应 是 薛木偏头看着他 忽然笑道 喂 平时看你 跟我畏畏畏的动不动吐槽 毫无敬意 到了下意识的场景才知道 原来你很尊敬我呀 说什么都应是 叶孤颖脸色微红 没有回应 薛木心中有了数 刺客宗门规矩 三言无比 叶孤颖恐怕是非常习惯 有一个等级尊卑 等一个指令 说是男女之情 他内心深处 其实是认主呢 由此推知 无痕道 都不需要怎么刻意去 收服 只要他们日渐习惯于 听盟主指令 那自然而然的 就会服从 叶孤颖低声道 在想 无痕道 嗯 不用想了 门口的七弦谷先考虑吧 他居然还不走 薛木也意外的很 莫雪星这回 到底是在想什么呢 是在发呆吗 莫雪星真的是在发呆 脑子里一片空白 想到薛木根本不需要他 转身就走的场景 他越想越是心计 那种被抛弃的茫然感觉 让他不知所措 原来在自己心中 他已经这么重要了吗 重要到了明克心中 不可或缺 房门清响 薛木劈着睡跑走了出来 莫雪星 微微一颤 有些茫然的抬头看他 薛木慢慢走到他面前 低头对视 莫雪星 又感到一阵气弱 为什么总有这种 矮他一头的感觉呢 他深深吸了口气 强撑着一脸轻浪 淡淡倒 本作是来问问薛总管 在此间住的可还习惯 薛木哑然失笑 根本不陪他玩场面话 直接道 想我了 你 你再不来 我还以为 有些正道霸主在起坏心了 莫雪星愤然道 能有什么坏心 薛木淡淡道 有一种处理方式 人情债难还 把债主杀了 就不用还了 莫雪星心中一领 却听薛木若无其事地道 恰好这两天 我夜和清清都在云州城 另有事做 我身边空虚的很 不 不会的 莫雪星恍然道 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情 那你为什么不见我 问遍天下 有这样对待客人的态度吗 薛木冷冷道 最少最少 也还是想过割裂关系吧 莫雪星无言以对 无论是七选谷高层 还是他 当然都是转过这种念头的 这话 被当面问出来 实在难堪至极 岂只是对待客人的态度 说句忘恩负义 都得背着 我很失望 薛木转身回屋 薛某明日击回 莫谷主该松一口气了吧 坐稳你的江山 做个高高在上的领袖 听着他冰冷的莫谷主 看着他的背影 莫雪星的心揪了起来 脱口而出 不要 薛木脚步顿了顿 莫雪星追上两步 从后面紧紧抱住了他的腰 我 是我不对 你别生气 薛木淡淡道 薛某远赴七选 错过了金钟多少事宜 在这里尽心竭力地帮你 却没能落个好处 最终换来的是 回避与梳理 莫谷主 将心比心 若你是我 薛木 会是什么情绪 莫雪星用力搂着他 低声道 是我错了 认错 认 认输 人女战争 终究要有一个胜负收场 一阵虚弱 涌遍全身 他如动了一下嘴唇 终于慢慢道 认输了 话一出口 就觉得心里一块玄的人 透不过气的石头 怦然落地 整个人一阵轻松和解脱 真的输了 从身到心 到灵魂 到整个环境 都被他彻彻底底 急得粉碎 薛木转过身来 伸手轻抚他的面颊 莫雪星睫毛颤了颤 慢慢闭上眼睛 任他轻薄 做回了谷主的血腥 更加动人了呢 薛木低头亲吻着 右手慢慢去寻找腰带的结 腰间断带 乍然松开 就在这门外廊下 池塘边上 一丝凉意袭来 莫雪星有些羞耻 可此时此刻 真的连一句反对都说不出来 迷迷糊糊中 只觉自己的双手 被他反捡到了背后 断带缠绕过来 将双手反绑在一起 莫雪星急促喘息着 这种断带轻绑 当然是对他这样的强者 毫无作用 随时能蹦得粉碎 可这种羞耻感 真是 言语难以表述 万一 他知道这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是不是真的认输 他没有句证 顺从地认他反绑 继而慢慢睁开眼睛 眼里平静如水 拿去吧 你要的俘虏